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晒红裙卷发造型,美艳动人的身姿,攻破外界怀孕谣言 迪丽热巴越来越敢穿了,性感的红裙卷发造型,佩搭黑色丝袜,美艳动人的身姿,展现出她风情万种的身材,简直太让人羡慕了 迪丽热巴自从红了后,穿搭这一块提升了不少,以前在穿搭上比较保守,现在却变得越来越时尚又妩媚 记得几年前的迪丽热巴,不管参加什么活动,她都比较含蓄,时不时地遮挡身上的衣物,防止露出不该露的部位,看起来非常的优压之性 现在的迪丽热巴,可以说彻底放飞自我,再也不像之前一样,穿着性感而时尚 迪丽热巴穿搭的风格,充满着时尚又性感,展现出她成熟的一面 跟过去羞涩的迪丽热巴,完全就是两种风格,无论她的穿搭风格,还是她的状态气场,和之前截然不同 迪丽热巴这种风格和状态,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,之前看上去青涩单纯,现在看上去成熟稳重,更加有女人的韵味 迪丽热巴晒出这组红裙卷发造型,一来为了获取热度和话题,二来攻破外界怀孕的谣言 为何外界有传迪丽热巴怀孕的消息,事情就来源她每天焦虑,有大半年的时间里,未参加过任何活动,以及进新剧组拍戏 这就让不少网友感到反常。对于一个当红女明星而言,正在事业上升的时候,也是自己最火的时候,突然就停止一切商业活动,确实有点不符合常情 不少网友把这件事情,在网上发酵了好几天,迪丽热巴相关工作人员,也并未做出任何回应,包括工作人员也退出相关群聊,完全不理会这件事情 迪丽热巴怀孕这件传闻,不少细心的网友,记录了她一年的行程,除了在6月份拍戏杀青后,后面的大半年的时间里,迪丽热巴很少参加线下商业活动 除非在直播间露面外,还有就是代言了几款产品,就很少在线下看到她的身影 这一切的细节行为,让不少网友未知怀疑,这是在家养胎了,不敢外出跑动了 这样的言论依出来,也有不少人为迪丽热巴声明,没有实锤的证据,不要乱说她 迪丽热巴这次红裙复古造型,拍摄出一张张迷人的美照,就是对怀孕衣饰,做出了回应和证实 从迪丽热巴拍摄的身姿,以及她肚脐的形状来看,完全不像是怀孕的状态,这就足以说明了一切 感谢您观看视频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